自从认识了一群登山爱好者 我每个星期至少有一天跟随他们一起去爬山 已经非常熟悉山区跟森林地形和路线的一群老前辈 带着我们这些后辈攀山越岭 穿越各种茂密的丛林攀爬各种难度的山壁 最后到达顶峰看到世外桃源一般的风景 某一天一如往常的和他们一起去爬山 通常我们都是在下午2点45分集合三点整出发 但这天前辈们和一些登山好友提早出发了 因为他们要挑战新开发的高蓝度路线 全程路线高达12公里左右 我们平常在走的山路大概只有7公里左右而已 不是每个人的体力都能应付这么长的路线 当时一位登山的男性好友跟我说 他跟着登山队爬山已经超过一年了 很熟悉路线 他可以带着我走比较短的路线 没有跟登山队伍走就没什么压力 可以慢慢走 边走还可以边欣赏美景跟拍照 轻松逍遥又自在 跟登山队伍走的话就要拼命追 他们的速度绝对惊人 其中一位75岁高龄的老伯 他的气魄和体力是绝对可以赢我9条街的 在爬一些斜坡时 我慢慢走也有些喘气了 他却是用跑的上来 而且还完全气不喘命容不改 老将就是老将 真才死掉死至名归 这次的路线就只有我和另一位登山好友一起走而已 慢慢的走 慢慢的拍照 沿途欣赏着周围的美景 平时因为一直追赶登山队 很多美景都没留意到 而好好欣赏到 但一路走着 感觉开始有些陌生 好像没看过这些景色 之前我们有走过这个路线吗 带我走的朋友 也开始觉得有些奇怪了 这到底是哪里 我们走到哪里去了 此刻天色突然变得有些暗了 是要下雨了吗 不会吧 我们没有带雨伞和雨衣耶 万一真的下雨 我们肯定变落汤季 朋友之前 曾听登山老前辈说过 走在森林里面 沿着小路一直往左边方向走 肯定会从另一边的山脚走出去 而往右边的分岔小路走 就是进入更茂密的森林了 当然 如果懂路的话 也一样可以走出去 我们现在 应该是迷路了 所以就照着老前辈的叮咛 一直往左边的小路走 走着走着 看到前面不远处 有间破旧的废弃老屋 奇怪 这已经是半山区的森林 竟然会有房子 这房子是怎么建造的 建筑材料是怎么运上来的 连马路都没有 怎么想也不合逻辑 不科学啊 这间破旧老屋 是有人居住的吗 我朋友怕得要命 不敢往前走 我的意见 是要勇往直前 所以我们两人 就决定 加快脚步 快速走过那间老屋 就算了 但是 还没经过老屋的门前 就突然下起大雨来 这突如其来的暴雨 让我们不想留在老屋躲雨 都不行了 我和他 只好坐在老屋门前的屋檐底下休息 等待雨停后 再继续赶路 天色越来越昏暗 这该怎么办 我们怎么下山 这时 朋友拿出手机 打电话给其中一位登山领队 说了蛮久的 但资深且经验丰富的领队 却无法知道我们的位置 我们描述给他听 周围的环境是怎样的 但他似乎完全没看过 完全不得而知 反而 问我们 是走到哪里去了 说了等于白说 朋友只好挂上电话 等待雨停后 再继续尝试 摸索寻找出路 雨一直下 我也筋疲力尽 慢慢的 我在不知不觉中 就睡着了 突然 感觉有人拼命在咬我 同时 一直在叫 安德鲁 安德鲁 起身啦 不要再睡了 天黑了 已经是晚上了快起来 原来他也和我一样 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我看着手机的时间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原来睡了那么久啊 朋友发现他手机是关机的 因为电力已耗尽 他说这两天没有给手机充电 我看了一下 我手机电量也是有限 剩下10%而已 没办法 我和他站了起来 准备再次打电话求救 站起来后 我发现 老屋里面 有些微弱的光线 难道 这老屋有人住 于是我印着头皮去敲门 然后问 有人在吗 但却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在等了一下后 我再次敲门和问后 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我试着把门推开 结果 大门轻轻一推 就打开了 我们看到 里面大厅 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 都有些灰尘和蜘蛛网 桌上还有一盏没有灯 有些微弱的灯光 但就是没看到人 在大厅的右侧 有一扇门 进去会是什么地方呢 厨房吗 望着周围 都蛮肮脏的 之后我嗅到一股 熔烈老人家身上的味道 这种味道就是老人家身体皮肤发出的一种老人味 加上一些抹在身上要有的味道 这里是有老人家居住吗 味道是非常清晰和明显的 我打算打开那间门 所以走到桌子那边 拿起那盏煤油灯 但朋友就叫我立刻离开屋子 他说 这里阴阴沉沉的 很恐怖耶 会不会有鬼啊 我听到他这样一说 立刻用手握住他的嘴巴 然后跟他说 你还提那个字 想死吗 他张大眼睛看着我 显得更怕了 后来我拿起手机 试着打电话求救 但打了好几次 还是没反应 连电话都没有发出嘟的声音 也没有进入语音留言 反正都没办法了 我就去拿起煤油灯 然后拉着他的手 一起走到大厅右边的门 他很紧张的问我 喂 真的要开门进去看啊 我很怕 兄弟 我也怕啊 但没办法啊 轻轻推了一下那个门 吱压一声 就打开了 我又没有灯 照了里面 真的是厨房 有灶头 三板架 跟碗厨 这三样东西 是古老客家话 老一辈的客家人 肯定知道是什么 这时 他拉着我的衣服说 看过了没有 走 走不走啊 走 走去哪里 还有路可以走吗 说完后 他顿时就闭嘴 没有说话了 然后我们回到大厅 大厅的左边 有个楼梯 是通往楼上的 我跟他说 一起上去看看屋主 是不是在楼上睡觉了 他立刻说 啊 还要去楼上 不是吧 你不上去 那你就在这边等吧 之后他真的站在那边不动 我就自己走上去了 当我越走越上面的时候 因为没有灯的光线 都是向楼上的方向去 楼下开始变得很黑暗 朋友看到越来越暗 就立刻叫我等他 他也要跟着上来 慢慢的走到楼上后 我又没有灯照了下四周 看到有张挂着文章的木板床 貌似没有镜子的梳妆台 还有个像衣橱的柜子 全部看完后 就是不见人影 这里不可能没人住 没人住的话 那盏没有灯是谁点的 我坚信这屋子一定有人住 只是不知道那个人 到底去了哪里 我继续拿着没有灯到处照 自言自语的说 住这里的人去了哪里 等着他救命啊 肚子开始饿了 背包里只有水而已 无法冲击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有只手搭在我的左边肩膀 接着听到很低沉的声音说 你找我啊 我被吓到跳了一下 然后拿没有灯转身一照 看到的是一位老婆婆 低着头在和我说话 朋友见状 立刻闪到我的后面去 怕得要命 我也超级害怕 但还是战战兢兢的问婆婆 你是屋主吗 我们迷路了 要怎么出去 我在这里住了好几十年了 你们为什么会跑到这里 等天一亮 记得马上离开 度时饿的话 晚宿里面有记 吃饱后早点休息 记得日出机体之时 立刻离开 说完后 婆婆就下楼了 我们随后也跟着下楼 肚子也真的很饿 就进去厨房 打开碗厨 看了一下 哇 里面真的有是煮熟的鸡 但要怎么吃 刀呢 蝶子呢 餐具呢 不管那么多了 我们两人直接 就扯开那鸡肉来吃 但也吃不多 很快就饱了 之后我们坐在大厅椅子上 等待天亮 慢慢的 我又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当我突然醒来时 太阳已经照在我脸上 我的眼睛一时无法适应光线 在我慢慢张开眼睛后 才发觉 我们是睡在草地上 我立刻把朋友邀醒 他醒过来 回过神后 立刻就问我 为什么我没睡在这里 不是在老屋里面吗 被他这样一问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自己 也好像魂魄不起的 之后我转身一看 我很大声地叫了一下 然后拉着他去看 他看到后 叫得比我更大声 我们看到地上 插着一块 手写的木头墓碑 墓碑前面 还有些看起来 像是摆放很久的祭品 祭品包括一些水果 茶果等等 还有我们昨晚吃剩的鸡 老屋呢 婆婆呢 我想起 昨晚婆婆说的话 就立刻拉着朋友 向墓碑 鞠躬三次后 就马上离开这里 我们沿着小路一直走 也终于找到出路 平安回家了 之后 我跟登山朋友们提起这间老屋 他们都说 从来没有看过有这样的老屋 至于婆婆是谁 为什么说在那里住了十几年 为什么会有人去祭拜 登山朋友们到处询问 看有没有人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也希望 婆婆能安息 不得不得不不自我 第二天 感谢观看